Made in Taiwan 海外冲冲冲 外貿協会最近首次在印度举办台湾形象展 台湾精品馆请来印度高人气板球球星站台 现场人气爆棚 我想探索台湾和台湾的技术 他们在国内用的技术 这里我来知道 Mumbay的球员都会来到 我很期待他们 三位球星现场体验台湾电竞电脑品牌的 虚拟实镜板球电丸和按摩椅 暂不举口 带动印度民众对台湾精品和文化产生兴趣 更吸引当地媒体报道 成功为台湾精品打向名号 镜头转到泰国 首都曼谷最近举办创新创业展 台湾共有15家新创团队参加 其中两家公司参加大会的国际创业竞赛 分别以水稻福寿罗防制产品 和AI影像辨识技术 拿下冠军和优胜 全世界在控制释放技术上面 有五种专利技术 但是我们是唯一一家 我们用的是可分解的 这些天然材料 这一点我猜想应该是 很受评审委员的青睐 MIT科技在众多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 获得国际肯定 驻泰代表处期许更多台湾创新团队 走向世界舞台展现优势 借此也有助台湾和泰国交流合作 泰国事实上对台湾的科技 过去有很多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 为了有更多科技的合作 能够帮助泰国来发展泰国4.0 也让台商以及台湾的研发的成果 能够商业化 除了精品和科技 宝岛水果也是有口皆碑 中国上海最近举办第四届台湾水果节 主打凤梨 现场举办吃凤梨比赛 看谁吃得快 炒热气氛 这个水果很喜欢吃 我觉得可卡丝很好吃 我就拼命地吃啊吃啊吃啊 很舒服 尽管台湾凤梨的售价 比当地土产的菠萝贵 但是民众认为台湾凤梨水分多 香甜好吃 贵一点很值得 业者也表示 台湾凤梨酸甜比适当 在中国很有竞争力 行销台湾还包括了文化软实力 台湾挪扎巨方 最近展开民俗议政推广活动 把三太子带到新加坡 走遍各大景点 吸引当地民众和国际旅客的目光 我们要带着文化去旅行 我们想要将台湾文化的美 介绍给各个国家 让世界看见台湾 定音三太子快闪宣传 新加坡是第一站 剧团接下来预定前进 斯里兰卡和希腊 继续把台湾庙会文化 推向国际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